第八場二班跑千二米的賽事 這場相信擂台等都會放到五位的美麗滿載 這次也繼續跑二班千二米 因為分區問題或頂磅馬的問題 他依然背著126磅 不過這場他就細成大熱門 加分大家多了之後 他和好吉利是分開了磅的差距 上次讓2磅,今次讓10磅 而且這場我覺得會有些補充 加州二獎,加州二獎也可能會放 另外大風暴,這隻是阿摩 八聖狼今次未必會搶到放 換力之城會不會跟前一點呢 所以我覺得這場的步速都比較快 好,看看上一次好吉利和美麗滿載的賽事 那場就是503 這場的503步速比較偏慢 所以這場的8聖狼 還可以從頭兩段就慢了7線 所以游到過來放 一隻八聖狼 縱使在不利的場地短 短途都可以叫做克服 美麗滿載的賽事 現在在沿途第三四位 直路就蓋上來 其實近幾場的用力不太多 好,看看外面的好吉利 他相對比較虧步速 他留得比較厚的組段 不斷開一個21秒93追上來 而旁邊那隻正經球精 都相對比較虧之後 已經保重了 為什麼我剛才說過這場的步速比較快呢 如果美麗滿載的賽事 以往都是跟前一點的話 會不會走完多一點呢 這次的磅位再拉闊了和好吉利之下 上次你這隻好吉利 都是可以21秒93回來 是撲近 即是沒有跟你拉那麼遠的 都有過幾萬 雖然我知道你這隻 美麗滿載的賽事是有收薑 但是今次有考驗這麼多 又加了分 或拉近之後 如果你這麼熱的話 我這隻好吉利 我搏下藍滿 搏下QPay 又或者搏下這個位置 我相信會有些分頭的 用蔡明紹呢 看回騎連呢 今季是有教授 昨晚美場那隻勁抽 阿MOS全手動手 也有益一下你的 看看會不會是 就是有教授的騎師 不騎連了 所以呢 九號好吉利 搏下藍兵 看看會不會偷下你雞吧 那方興未艋的美麗滿載 都不需要多趕的了 喂 全部那顆三角形 都放在第一選 即是放在第一 那裡 開始都加了一些榜 上來加了97分 很大 今次都要上來 加了複星 或者是 比較高分一點點的馬匹 你又別人很銳 又不算 美麗滿載都很銳 那 美麗滿載都很銳 整手出擊 你又完全飛了 一定不會的 包住他 都不需要怎樣解釋 是解釋就是炎熱 還有少少的榜 多了之後 他可能這次都是那些 十三四元 那就 不是說 完全是杯茶 那六號黃龍大將 這個忠心鬼 真的輸了一場 十萬地 上一場都繼續衝 但是衝下去 他 沒端都爆了 二十二秒七七上來 都算是OK 這次呢 速來千二 我一直都是拿著 這場可能會補出比較快一點 還有B加二呢 就有得掌握一下 也都未斷場次高班一點 可能會有得追 所以這隻黃龍大將呢 雖然衝衝再出 隔了一個星期左右 希望他這個路程都可以應付到 從大家眼周 希望給他一些新鮮感他之下 又是搏他拍攝位置 如果你說 五號滿載飛 如果九號的位置 可能搭到六 或者搭到四這些都會有分頭 第四選呢 沒辦法 在初訊裡面 一定要前置包些 後上包些 包些 包一隻加裝複星 就好像說星叻 星叻 不是滑頭 如果那場物突然間 變成萬步速 前戰馬包哪隻呢 我就包星叻 不包自由旺 不要制高峰 如果你說這隻加裝複星 他真的在田草裡面 或者真的被他走順了 還是挺厲害的 上次 一夜加回到130磅 就在走谷草 那場多快馬 你見到平天凡 純細寶 想起那個圖畫 都是前面放到 掉了 這次 如果長直路 未必再到你百姓龍 或者真幸運 大風暴 所以這個加裝複星 我覺得 他始終有點跟兩 所以前戰馬包回他 胡理知成 就是千二個能力 未算很強 這次加了9磅 你可以說 上次他跑去跑場 一級賽 這次回來 潘尼也試過閘 他也是其中一選 但是你說 他的盤率 都是比較容易 只是擺在邊線 另外大風暴 我覺得早前多了 百姓龍未必再有萬步速的幫手 伸強勇中 伸強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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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算千二 活力之成 可能都在他之上 所以就沒有選到他了 所以第八場的初步心水 緊了9磅好吉利 武美麗滿載 羅浩和龍大將 和時候加了復星 如果你真的 這幾隻碼裡面 有你的理據 想拿膽的話 有膽的話 可以 拖回胡力之成 做邊線腳 好了 第八場跟大家聊到這裡